究竟是否不超速或者跟紅綠燈走 道路安全其實也不止 在本身整個道路設計方面 路牌也佔一個很重的比例 如果路牌的字體選得不對 比例又不對的話 其實更加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透過研究道路就真的有個感覺 就是另外一個角度去重新認識香港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看醫生 醫生說你有阿士普加症 是一個自閉症的一種 是比較輕微的一種 因為專注力不足很難去專注到 沒有興趣的東西根本不會專注 有興趣的東西可能會很全神貫注去做 小時候乘車就很喜歡看風景 但是那時候可能不會知道 自己喜歡真的看路牌還是什麼 小時候看到這個元朗的朗字 就是有身後這個寫法來的 舊式的寫法或者我們叫做移體字 但是它在2010年我喜歡的時候 它的朗字就被路政署用一個貼紙遮住了 用一個新的字體去取代舊的字體 它第一筆再不是一環而是變成一洞 那下面那個梁字呢 它都只是寫一點 它就不寫梁滑的 曾經有一位區議員 向路政署去投訴 說元朗的朗字寫錯字 其實當時區議會 是未去開會去談這件事的 但是路政署就非常之首快 會都未開就已經改了 看到這個情況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你透過看一些路牌上面的舊字體 你會看到歷史上 原來香港的文字是有轉變過的 其實可能透過道路研究社的文文 儘量去說這些不是錯字 也是一些舊的字體 至少要知道它不是錯字 不要是否也批鬥一番 我會覺得香港的道路設計 本身的基礎是好的 任何一個部分都有一個很詳盡的準則 怎樣去設計這個路口 怎樣設計一些路牌 道路方面的東西 有一些規則是有些過時的 到現在都沒有去做一些檢討更生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我會說透過研究道路 就真的有另一個角度去重新認識香港 看回小時候有阿士普加症 其實真的很影響讀書或者社交 雖然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但其實我覺得同樣地 也是有好處 就是讓我去全時間去研究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研究路牌 成果都有的 有陣子去1823去投入路牌 可能這方面真的要賺民宿署、勞政署 兩三天就更換了問題路牌 都挺開心的 真的反映到那個問題 他們部門也會去改善 因為這些資料都是很零碎 一直都沒有人去組織這些演變故事 反而就變了是我去做這件事 去找不同的資料 再看 可能跟隨時間才排出來 原來演變故事是這樣 我覺得都挺有趣 因為以前沒有人說過 也沒有人理過這件事 去發掘到這件事出來 我會覺得是有一點點成功感 要知道以前發生過的事 才可以做到現在的事 要知道過去的歷史也很重要